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回來《不對》說得對 我們這個節目就做了五十多集 請了一個不同人士 有政黨、官員、不同的社會團體 比較少就是請了學者 今集我們請了兩位學者 來跟大家講一些社會議題 不如自我介紹一下好嗎 好 Victor 謝謝你 我是叫張國斌 就在香港大學建築系教書 我是副教授 就對這個城市規劃設計 是用一個新的入手 是人本規劃的入手 去處理這個城市規劃 對西九的研究 都做了兩年很多 然後Thomas 你好 我叫楊宇占 大家好 我本身在海外回流的一個學者 我以前在美國的一些知名大學 都任教的 教物流 現在回來香港也是在本地大學做研究的工作 對這個物流和規劃那邊有些心得 也都不斷在不同的報紙發表文章 是推動這個人本規劃的人本人證 一會兒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都知道西九其實就不是今天的事 西九文化 它說的是上個世紀的事 都已經是一開始提出 但好像十幾年來 都仍然是一塊地 都沒有什麼是真的做過 其實到底西九過去 為什麼會拖了這麼久 都還沒有正式動工 還有西九的發展 對整個香港的未來 有什麼重要性呢 教授 這樣說 西九的歷史 很多人還比我們熟 但是簡單說兩句 其實每一個人想的佈局 都是有不同 以及怎樣用什麼財團方式 去將它建立出來 運作等等 那麼多年的便便便千千不同想法 其實到今天是最關鍵的 就因為過去那麼多年 是沒有今天各方面發展得那麼迅速 和要處理的事情那麼多 這是留待待會再交代的 你說現在那個西九城 距離動工已經是最後一個時刻 差不多就要正式動工 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我的意思就是說 是要正式定案 因為舉例 十幾年前 沒有人想到高鐵 如果你做了一個西九 高鐵發展 你都不知道怎樣配合它 是的 就算是2008年7月 這個立法會撥款 216億 就跟這個2006年尾的報告這樣做 到現在五年了 這五年發生的事情都很多 譬如說2010年1月 我們就定了這個西九高鐵站 這些高鐵站出現 又使得你整個區域設計 很大影響 如果我們想多長一點 2023年 當這個西稅 歸回給政府懷抱的時間 約滿的 2023年30年約 12年後就很快過時光 那時候整個的佈局更加影響 你怎樣使用西九這個局的寶貴地方 但會不會現在可以跟我們的觀眾說一下 一些新的基建 即一些新的基建的出現 甚至乎那個西稅 將會被政府收回 會對整個西九的發展有什麼影響 不如我們就拿來看看這張圖 一起講一下 不如是 見到這幅圖 在左邊 左邊有一個V型 跟著有一個紅紅的樣子 你看到這裏 這個紅紅的就是文化建設 有顏色就是文化建設 綠色就是樹林 樹木 這裏見到西稅 每天很多人很高興開車 出入西稅 為何來這裏特別會肥大了呢 這裏排排如魚骨 其實是收錢的地方 車經過收錢的 這個問題就是什麼呢 就是往時設計這個西稅的時間 就不未想到 底下這個文化區點發展各方面 想不到整個田崗區最好怎樣使用 所以這裏做了收費處 但很多時我們想清楚 車就不在這裏入的 車在這裏300公尺外的地方入 所以收費不用在這裏做也可以的 就可以推北一些 推北一些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裏整體來想 就可以使得這個西稅區 就可以轉個彎 這個ICC建築 就是480公尺高的 這個黃黃地 你看到西稅局 正在提起一條電動的車路 這個起不起呢 暫時都要和政府商量 好了 但是你發覺這邊 如果你把這裏這麼闊的地方 弄回窄了它 在外面才收費 那個的連續性就很強了 就是說你看到這個黃黃地的路 其實可以這樣轉個彎 一直去油麻地 這樣就是說地面可以去 其實地底也可以去的 整個西九就不會像現在這樣 我們叫做斷絕和寵 第一就有一個轉了L字形的彎 一直連來油麻地 去到果欄區 去到遠一點 甚至奧運站那邊都可以的 去到櫻桃街都可以的 這裏可以接駁一個 油麻地站將來發展的E出口了 你現在去油麻地高鐵站 這個港鐵站 四個出口ABCD做一個E 就是說可以駁通整個交通 進來這一區都可以的 明白 但你覺得到時候 在油麻地過來西九文化區 都會很近 但就我所知現在 好像整個交通的配套 和整個文化區是不太合的 即使是所謂最近的九龍站走的 這裏都要走整個 都要5至10分鐘 你回去就可以了 我老人家和阿葵起掌就不止了 穿高跟鞋的小姐 穿的裝就搞得汗水 搞得都不太好看 不太形容得點 即是很尷尬 所以其實香港這個西九區 交通是非常不方便 哪個人想到好辦法 我都會請她喝茶 我就想到一條條條仔 看看大家覺得通不通 就是在這個位置 正常就是隧道 過香港 一會兒我有個模型給大家看 可以示範到隧道位在哪裏 這個隧道過香港 到中環那裏 到中環那裏 就中環很多人 上班下班 甚至中午 搭一個快速電動隧道交通過來對面 只不過是幾分鐘的時間 就可以過來這邊西九區 文化區 吸一下新鮮空氣 吃一下飯 才回到中環工作 如果將來這個地下發展賣 也是我的提議 地下有文化設施 有商場 有食肆 也有交通網 有泊車 整個西九都會很好 明白 你的建議和政府其中一個很大的分別 就是發展地下城 是否這個意思 同意 但會不會是 因為地下城對香港來說 都有一個較為新鮮的概念 其實它的發展難度 會不會很大 以及會不會對成本方面 造成一個很大的影響 會不會 如果我們這樣說 你看一看這個圖 就明白地下城的規模是什麼 由這條黃線一直拉出來到海邊 是接近200公尺 什麼叫做200公尺呢 就是如果你跑步 在大球場跑100公尺 你再跑100公尺 就是差不多 兩個多大球場的邊那麼長 就真的棄羅棄喘 即是說 如果 你從這裡走過去很辛苦 不過 如果你說做地下城 每個工程師都拍攏手掌 為什麼呢 第一 因為這一區就是填海區 填海區是什麼意思 就是沒有大石頭的 為什麼呢 往事是大水桶 你又做了這個邊的海蹄 水不能進去 圍著它抽乾水 就放些泥沙石仔下去 所以你現在做一個還原步驟 就就是說 用那些刮泥機 不斷地刮泥酒 基本上 很快你會見到一些石頭 硬石底 硬石底那裡 你不是紮鐵 這樣做這個地機 其實又便宜又漂亮的 做這些地下發展 跟銅鑼灣不同 銅鑼灣周圍都是高樓大廈 高樓大廈 你動地機的泥鬆了 你又怕它倒塌 你又做到很貴的結構工事 才可以刮泥 轉窗 所以那個價錢幾倍這麼貴 所以這裏西九區 可能是全世界 做地下空間最便宜 成本最低的一個區域 其實是不是 如果就你這麼說 填海區也有一個發展地下城的條件 你這麼說 大部分都對 除了有些填海區 我聽說 在上環 譬如說 底下的土質 是比較浮動的 可能你去到一個地方 第一次來到很遠很深 你才找到硬石 你做地基就很困難 但是西九區這裏 一般 從我的朋友 對這個地質了解的專家來說 其實那個地質 底下都頗均勻的 就是說你做沒有多深 已經是一個硬石 你可以做一個很穩陣的地基 建築的建築 因為我們現在經常說 西九文化區是趕用地面的空間 假如我們再利用地底的空間 其實整個西九文化區的可用空間 是大大增加的 是 你說得很對 首先我要解釋一下這個圖的佈局 你看到有顏色的 你就要拍手掌很歡喜 這是政府的規劃 這是西九局的規劃 你見到我逐樣介紹 這個首手指著這裏 就是廣東道 廣東道歷史上就是海邊 在這個首手的右邊這邊 你見到這間很小的 就是廣東道搬入小學 歷史悠久 七八十年 好了 這個廣東道的左邊這邊 就是填海回來的 這裡有個消防局 現在是這裡的 差別是什麼意思呢 填海區就是這裡 好了 這裡就是高鐵站 你認識的叫高鐵站 高鐵站有什麼特別呢 高鐵站的鐵路車 就會走得遠一點才停 怕它有時間實際不到 我們有一個叫做 就是與它緩衝區 緩衝區 緩衝區就入了這個區域的底下 所以你見到 在這個十和十一的文化建築 這一大段底下 其實你起不到幾深的 最多做一層就算了 地庫 在這裡做 但是有一個重點 就是佈局 待會我再跟大家講這個為止 另外你見到顏色 就是文化區 大家都喜歡文化的 爬首長 你見到這些 不是顏色那些 你就可能皺皺眉頭 因為這些 什麼來的呢 不是顏色 那些就是賣地 政府以來賣地 即是說可能在住宅 商業樓宇 你見到這些都是 它賣地的原則是什麼呢 如果賣回216億就好了 為什麼呢 因為原先撥了216億給西九局 做文化設施 運作 這個邏輯 是否繼續要維持呢 我們就問幾個重要問題 一會會講的 就是自從2008年批了錢之後 到現在三年了 這三年有什麼大的變遷 所以西九局的想法 是要調教呢 我可以再講這裏 好的 剛才教授一開始 就用了整個交通的配套 或者整個西九的設計的角度 去講西九這件事 我想問一下Thomas 你 從整個香港經濟的發展的角度 其實西九對我們香港整體上 大多數香港人有什麼意義呢 因為我有很多時候跟朋友去講西九這件事 我發覺其實不是太多的市民 真的對西九是有興趣的 他們可能會覺得 我又不喜歡文化藝術 你多了一塊地搞西九 搞文化區好像和我沒有什麼關係 其實是不是呢 到底政府搞西九文化區 就只是受惠到一些熱愛文化藝術的朋友 而其他的一般市民大眾 基本上搞不搞西九跟他們 完全沒有什麼關係 是不是這樣一回事呢 我想其實呢 如果說西九來講 就要看一下 究竟那些人如何理解文化這個字 小明星 因為香港可能都是經過殖民地的階段 所以 psychology來講 對於文化這個東西 都可能以為一個沙漠 即是文化就不是藝衳化 Nossa整個學道 是娛樂 ahan german 這些方法 或者逃野青青 那些 就算不去西九 或者去旺角 甚至其他地方都可以 那為什麼要搞這些事呢 是不是一個燒銮子大笨著呢 其實很多人都有這種想法 其實我可以這樣說這個想法是錯的 因為其實文化本身都是一種產業、一種事業來的 但是要做到這個產業和事業 其實就是在這個硬件之上 我現在叫做西九這個地方的硬件 硬件之上你要想一些配圖 設施,例如說你是不是應該要搞一些文化大學呢 我之前在五月份在立法局那裡 其實我也遞交了一份報告 也都有一個會議紀錄 這份報告就是說我要求特區政府要慎重地想一下 在這個大西九,即是西九以外的地方 就搞一個叫做亞洲文化大學 這件事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說如果將來搞一個文化大學之後 那就多了一班人 他本身來說可以去發展自己的事業 還有因為他本身的大學在西九附近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群眾 另一方面來說 文化除了一個事業之外就是一個產業 什麼產業呢 產業意思就是可能有 帶動一個經濟的效益 但這件事是從一個西九的佈局去看 我的看法就是西九作為文化區 其實要看西九本身對香港來說 整體其他地區之間的經濟關係 其實西九來說 其實西九可以從一個角度說得很白 我覺得西九講經濟來說 其實只不過在政府的立場來說 就像是高鐵客 高鐵客來到西九之後 如果他們有休閒以外 就可以去廣東道去掃一下LV 或者買其他一些名貴的產品 這件事其實很狹窄 你可以看得出 其實政府對經濟發展沒有一個宏觀的視野 如果你把它放大一點 因為西九本身是一個香港的終身點 是交通四通八達 因為教授可以再講一下就可以 簡單來說可以連繫到 這個飛機場 也可以連繫到不同的其他地方 簡單來說可以帶動到 甚至是其他區域的發展 例如煤展的事業 甚至是六大的產業 以及一些特色的飲食業 都可以做的 不過前提是說 你真的有一個地方讓他搞飲食 現在就這樣看 用平面的設計來說 似乎都沒有什麼地方讓他搞飲食 所以其實教授 一會兒可以分享一下 在地下空間那裡 是不是可以做多 吸納多不同的產業 我們看看我們剛剛播的圖 就是政府的規劃 教授你怎樣評論這個規劃 以及我知道除了政府的規劃 你自己也帶了一個設計圖 或者你也可以比較一下 到底政府的設計和你的設計 有什麼大分別 以及優勝支柱在哪裡 我又解釋一下 政府這個西九高的規劃 你看到第一 這個城大區不少流雨 即是說如果西九高鐵出來的人 他能夠看的視野就是這個位置這麼闊 雖然這裡已經很闊 大概有七十公尺 但是都是窄的 以香港這麼大的城市 一出來高鐵站出來 一年最多的乘客可以是三至千萬人 因為高鐵是不單止去中國 高鐵可以去到亞洲、歐洲 十五年後各位可以搭高鐵車去曼茲斯特 在曼聯足球賽 你見到一個視野很窄 可能這邊看來就是太平三頂 中環那一頭 其實最好的佈局 一出了高鐵 這個總站應該前面一個大的文化廣場出現 我們暫時叫它做地球村文化廣場 待會我們再看看 將這些想著賣的建築 不如淋高它 淋在這個區域 這個對面叫君臨天下 這裡有一批的住宅 就是豪宅區 對 前面你做高樓大廈 做100公尺高的 對面那些都200多公尺 變成不會遮到它們 還有做商業樓宇 這裡都有30萬個平方米的 商業樓宇都很大的面積可以用的 如果這樣做之後 不如其他地方請西九福和政府不要賣地了 全部做了文化設施 你想想 如果你在第八樓 很多文藝的感覺 一出來 看到後面一個寫字樓大廈 你的文藝感覺 當時就不知去了哪裏 是不是 它有文藝感覺 跟女朋友拍拖 在這個六號出來了 又看到對面的住宅 旁邊又去寫字樓 這真是不對的 所以整個佈局 其實應該是一個文化系列 由頭到尾 整個文化區 不但還要增加地下文化空間 它這樣建築 以這個佈局 其實西九局的連總裁 都承認是要超之40億 只是蓋有顏色那些 還有其他綠色那些 其他沒有顏色這些是賣地 不用蓋的 都要超之40億 一會兒我想地下發展方案 就是會賺錢 就不用民政府拿40億 還有盈餘的 第二 就是我們香港講文化 你這裏沒有一個好的文化區 文化廣場 你怎樣做呢 看看我的提議 好 你看看這個 我們看到這個叫地球村 這是你的設計 是的 這是我的設計 這個設計 我又和Thomas 楊先生一齊談起來 不如想它最好怎樣 其實最好這個位置 高鐵站對出 就做了一個六公頸的 地球村文化廣場 什麼叫地球村呢 這是很重要的文化時間 我們香港人 現在越來越可以互相接納 我們不會說 那個族群不好 南亞裔人不好 反對他們 香港人的容納度很高 就是過百年 過二百年都是這樣的 那麼領南人的文化 就是很豐富的 我們就有一個口號 人人為我 就我去為人人 對不對 還有這個人人是超越種族的 超越種族的 總之 那些人說他摩托也好 香港人我們跟他很好 你不會說見到摩托 摩托也走開 不會的 對不對 所以香港人 是一群優質的民族 我們又將這個優質的民族 好像桃姐一樣 任勞任怨的 他根本不怕吃虧的 這個就是我們香港人的特質 在沙士時間 我們香港的文化 是全國亞洲最高的 我們沒有逃兵的 那些醫護人員 就是他們不怕死 就算是自己死了 都要為人民服務 很偉大的精神 你看到台灣的人走的 說真的我不是唱他 這是事實 我知道 所以Victor香港人的質素很高 所以我們不能夠被高樓壓住 我們的文化發展 所以這個地球村文化廣場 是很好的地方 就是一個六公頃的地方 使得所有地球村的人 比如說南亞裔人 歐洲人 廣東人 大陸來的同胞全體 可以在這裡集合 他們慶典也可以 看煙花也可以 花車有行 這裡等兩千部花車 讓你出發來回也可以 接著升光大道 近來被CNN唱到 全世界第二個 最後的景點 最令人失望的 第二個景點 真的不好 我們希望 這個地球村文化廣場 為香港的景點 挽回聲譽 甚至打造成世界 最美麗的景點 為什麼最美麗 第一高鐵站在旁邊 全世界 我請你找高鐵站的總站 有哪個站外面 有一個六公頃這麼大的文化廣場 還有可以直接看到維多利亞廣 是的 如果這樣你就要看看 給你圖看看 你這樣看回頭 就反過來看 這個就是高鐵站這邊 看旁邊 就出來見到一個地球村文化廣場 再看看對面 你看看 就是圍港 整個圍港在前面 迫波 有時太陽曬下來 就浮光 遙金 這邊 就是IFC 金字旗大很高 你看到這邊 就是金字經廣場 可惜 建築有一點遮蓋 不過 這裡可以做一些觀景談 可以看到對面 所以這個地球村文化廣場 就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是一個我們叫做 長稅之地 我想博士你是用美學的角度 去看這個文化廣場 但是我們用美學 用一個人民當中的深層 叫做人本的規劃去看 就是尊重每一個人 從他的需求 以及從很多人 他期望 從一個遠路遠的地方 來到這個城市 你能夠用什麼歡迎我呢 很重要 我們就是一個地球村文化廣場 各種各個群族 各個族群 互相共和 一起去為理想 去發夢 去奮鬥 好不好 不是啊 我看到現在政府的規劃 都挺反映到香港的面貌 就是到時 就是我們各地的同胞 來到我們香港高鐵站 一出 全部都是地產項目 是 香港就是這樣 是 很相感 還有剛剛政府的規劃 就是在文化區裏面 其實都有一些相處的項目 就是大家不要覺得 只不過是一些小小的瑕疵 但坦白說 其實這些小小的瑕疵 正如教授講 是很影響到整個 西九佈局的觀感 就是下面 我們在博物館出來 或者在藝術館出來 一出來的門口 看到就是地產項目 其實不要說是遊客 就算是我們香港人看到 都會覺得破壞了整個格局的美感 是的 還有你如果是蓋房子 香港不愁 不愁沒有地方賣地 如果你真是搞文化區 實際上其實文化區的面積 不是真是我們想像之中那麼大的 其實它是 就是不需要再在一個 這麼僅有的文化區的空間 再加一些和文化 價為格格不入的地產項目 我又這樣說 我又會尊重原先的立法局決定 不過我又提議 將這裏的廣場 只不過維持 藍色就是文化設施 好了 你有一些橙色的 就是自己文化局需要有的辦公室 其實 好了 然後這一批一路幹 就可以倒高一點 在100公尺高度之內 是規範可以接受的 就做商業樓宇 就埋著一邊的高樓 均林天下區 這邊 變成文化區藍色那些 是一氣呵成 1.5公里 1500公尺 由這裡一直到那邊 藍色那邊都是這樣的文化區 如果翌日收費 這裏 能夠調校出來這邊 那些人還有電動車道 可以轉過這邊的高樓 ICC建築 過來這裏 一路去尤麻地區 那些接駁力很強 尤麻地區 過來就是尤麻地站 這裏還可以做 一會兒和大家講的 地下商場 地下交通網 地下文化設施 這邊一路過 就是地下商場 地下交通網 地下文化設施 一路過來這邊 去回廣東道 是 整個佈局 我們不能夠單是想這區的 就這麼交通不方便 怎樣搞呢 就是這裏做一個隧道 過香港 一路這樣過 在這邊碼頭上岸 1.4公里 即是車速兩分三分鐘很安全 電動車送你來對面 即是你來看音樂 文藝就不用來到九龍站 走一大輪 走過來很辛苦 才來到新水新寒 在對面 在中環地下站一落 就可以過來這邊 地下又有冷氣 上來就可以做各方面的文化活動 商場活動 還有地上地下都有文化區 這樣 這邊其實還未完 在這裏橫跨廣東道 做橋過來這邊 這個橋塔來到九龍公園區 九龍公園應該講一個佈局 做多一條橋 在九龍公園徑 去到中樓文化區 文化中心 太空館 再在那裏的梭士巴里公園 做一個隧道 香港就是電動來往隧道 都未到一公里長 繞個灣 整個灣仔中環區 整個海岸這麼漂亮 就來回中環 再隧道過來這邊 整個佈局 我們和Thomas一起給了名字 叫做維港兩岸 紅綠個綠 綠合環 第一很漂亮的 一條橋就是這裏 另一條橋就是這裏 兩條橋就是這裏 兩條隧道 幾個區域搏 就相當美麗的香港 即是Thomas和教授 你們的構思是 將整個西九文化區 就不是各列特定一個區 而是將它和現在的九龍公園 和將來的中環海濱 都全部連成一線 因為我看回西九的地理位置 其實是很優越的 但是正如你這樣說 其實交通配套這件事 真的十分之重要 因為配套不好 你會浪費了整個地 但是你剛才也提到 現在現時的西九的交通配套 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其實這些意見真的要反映出來 如果不是真的浪費了整個地 我舉例給你看看這張圖 就算現在它有想過交通網 都是相當薄弱的 只是這一個會是一個交通道 我當你是電動交通可以這樣巡迴 我給你在這裏下車 你會走到海邊多久 一百六十公尺左右 是很辛苦的 跟著這麼多地方 下大雨 你有多少個地方被避雨 人有三急 這裏有三萬人 假設很喜歡來這一個公園 他們怎樣解決那些急事 很大件事 所以整體套背 我們要想得通一些 舉例我會怎樣做呢 多元化解決問題怎樣做呢 這裏就有一個方案的 看看這個圖 這個圖就示意了 這裏是不是講過 地球村文化廣場 這裏是高鐵 這裏是地球村文化廣場 在這裏我們可以做一層的地下 在地下下看到有區 就可以做三層的 那個鐵路隧道 我們避免它不做 汽車隧道避免它不做 那你見到這裏可以做三層 這裏做三層 這裏有藍色的地下文化空間 你見到黃色代表地下的商場空間 譬如食肆那些購物商場 白色那些 其他有些未給顏色的地方 用來停車 這個白色是循環的交通線 我講過可以繞過油麻里那邊 然後還有兩個狀況線 一個是內 一個是近海邊 變成近海邊的人 說我不夠氣力走 這裏可以輸送你過來 或者你用這個途徑走 還有交通線在地底下 大部份是地底下的 有些要遷隧道被迫上地面 但大部份是地底下的 即是地下空間會有幾個大功能 第一是做了整個大西九區的區域交通樞樓 有循環的電動車輛 不噴污氣的 就在地下基本上這樣走來走去 接駁所有的高鐵站 地鐵站 港鐵站 基鐵站 西鐵站 九次頭出來的那些全民 天水圍的巴士 西水出來的那些車輛 入去的車輛 全部 甚至中九龍幹線 由啟德過來的那些車 都可以在整個大區 被循環交通網接駁了它 變了將來那些人 只需要碰到交通網 這個交通網很長 三公里四公里 由南昌那邊 一直到西九 這麼長的交通網 什麼意思呢 就是有循環的電動交通 接著又泊車足夠 變成那些人一泊車 用沒有噴汽的交通來往 就去到 假設去到這裏 要過中環 就隧道過中環 變了又省時 又省錢 又減少排污 整個區域 空氣質素一定好 接著來到地下 購物商場很多 足夠的 大體上有150萬個 平方英尺的購物商場 你不要說它大 新加坡那是200萬平方英尺 有一個 所以香港其實 比起新加坡 我們真的要醜醜地 跟不上別人 還有新加坡那些 都是想規劃多地下商場 其實它不是那麼明顯 它是地上為主 但是我們香港這個很適合的地下填海區 但是講到地下發展 中國 北京 在天安門對開的東城區 發展到一個非常大的 800公頃 即是八個平方公里 三層的地下城 就已經動工了 二十年內完工了 所以我這樣講 三年後大家去北京 請你參觀一下地下城的規模 好了 我們這個地下城 不是說給很多錢去做 就賺不到錢 其實起起上來 會比現在 只是做文化設施會貴 但是你會多了多少東西 多了八成的文化空間 跟著多了150萬個平方英尺的地下商場 跟著150萬個平方英尺的地下交通書樓 車路、泊車各方面 這個整個的套背 就會帶來香港很多的經濟好處 但是會不會擔心 到時搞了那個西九文化區 即使是有地下城也好 但是會不會吸不吸引到人來參觀 其實會不會真的有這麼多的人 是對我們的西九文化區有興趣 其實意思是反過來的 我就當他 那些人對西九文化區 不是很有興趣 我怎樣幫他手呢 我反過來這樣 你見到現在的想法就是 不如就建一些商業樓宇 住宅樓宇 給一些人氣去帶旺這個區域 怕那些人不太來 但是我反過來想 我就說 我們有另一種東西 他們很喜歡來的 香港人 我問問你 是否很喜歡這個商場 為什麼呢 你平時去銅鑼灣都逼 加入銅鑼灣去旺角 逼到你不得了的 你問問那些人 有多不多商場 讓我走走 這樣想的 香港人很喜歡行商場 所以我們這裏的地下空間 想著很大的商場空間 讓他走 然後不僅 還有高鐵站出來的乘客 和平時來旅遊的人 他們都喜歡行商場 跟著商場 亦都可以有不同類別的商場 合適其適 但是如果這樣 又搞到很商業化 成要文化區 會不會 應該這樣說 商業服務的是人 是 文化區服務的是人 一個人將於商業區 又將於文化區 是沒有抵觸的 是生活的一部分 兩樣其實都是和應的 跟著還有 有些太太 她真的那個時候 很喜歡去賣東西 她又想她兒子上去文化學音樂 跟著大家 晚上六點鐘 吃個早點的晚餐 七點半去聽歌劇 他們很方便 想起他們的方便度 看下去 就是這個叫人本規劃 即是一個家庭有五個人 公婆婆很累 她想坐在底下吃東西 就讓她坐 那些人 公婆婆都不懂聽意大利歌劇 就讓她坐在底下吃東西 大家一邊吃東西一邊看電視都可以 是 另外太太喜歡買物 她根本都忙到不得了 有兩個小時買物 很開心的 你不要硬要她去聽文化音樂 是不是 兒子很喜歡文化 女兒很喜歡文化 就讓她上去學 大家一起 變成家庭樂園在一區 西九服務更加廣泛 為什麼 有地下空間可以用 都不用的話 其實我們對不起下一代 還有做地下空間 可以有相當高的商場產值 支持整個套配 所以不用再跟政府拿錢來建 還有錢剩可以支持文化發展 還有一件事 近來我前兩天去聽那個諮詢會 武術團體 功夫那些 香港有一班勇士 很喜歡練武術 他們又不是為了打架的 他們內心修養都很高 武術都是藝術幾一種 藝術幾一種 文化幾一種 他們就投訴 你都沒有預留給他們 預留給他們 武術團體 不單止這個 我聽聞還有不少 團體說我們沒有文化地方 怎麼辦呢 其實我們底下的地下空間 發展了有多少文化空間 其實有230萬個平方英尺的地下文化空間 即是等於整個地上文化空間的八成 再附加額外 附加在地下 那地下空間 能夠服務到文化業多大呢 是非常非常大的 還有一件事 我自己的理念 在人本規格就是這樣的 我們往時大家都認識的 孟子的媽媽 真是厲害到不得了 搬了三次 最後那裡 旁邊的人是教書的 教得比我更厲害 其實我教書不厲害 教書很厲害 所以孟子受影響 就跟老師學 就成為中國的阿姓孟子 孔子 所以我的理念就是這樣 假設香港人有不少都不太懂文化 不要緊 是我們的同胞很歡迎他 請他來商場行一行 來公園行一行 行商場他一定喜歡 行一行去看看文化 他看看以如目掩 發覺文化好 精彩 他有受感染 這個區域 其實你夠量和質素的文化 展覽表演教育 所以不會讓人淡化你 你越來越強 就影響香港人 和日來的遊客 高鐵來的人 機場出來的人 都受影響 香港這一區 成為一個很好的文化栽培區 跟現在 對不起我講得好像不太好聽 閃閃縮縮的 這裡建了商業樓宇 那裡建了住宅樓宇 那裡建了住宅樓宇 打算賣地建了文化樓宇 其實不要這樣做 一氣可成 做大規模的文化設施 在這個文化 地球村文化廣場 還可以做什麼呢 大時大節 花車遊行兩千步 各個民族都有份 同不同意 香港各個民族 加起來有兩百多個 其實很多 三百個都有 有人告訴我 不知 每個民族出一個花車不得了 有些出幾個 沒有火龍六公頃的 地球村文化廣場 你沒有一千公尺火龍都可以 五百公尺都可以短 所以這個位置 是被人一起做慶典的 非常需要的 人家見到你這麼漂亮 就很羨慕 將來都來多些香港 還有一樣特別點 我和Thomas研究一論 有什麼更加文化特質呢 原來在大嶼山 在西邊大嶼山一邊去 日落的時間 一年有兩段時間 大概十天八天 每段是春夏 每次十天八天 日落時間 金黃色太陽 會曬在地球村文化廣場 鳳王山的山頂有個影子在這裡 很美麗的 我們往前說 古時 信帝時間 那時說 周朝的皇帝時間 有鳳鳥來臨 就是得祝福最有… 即吉祥 吉祥 吉祥 有鳳來臨 鳳來臨 鳳鳥來臨 這個ICC建築 四百八十米高 在夏至那天 六月二一日 在夏至四點左右 那段時間 兩三個星期 會提供一個影子 在地球村文化廣場 有兩個影子 這些我們叫做日軌 或者新英文叫做Sundile 這個很難得一個廣場 能夠有這麼美的兩個日影 一個人造最高的日軌 的日軌針 這個針在這裡 接著還有一樣 就是在天然的山 鳳凰山 還有如果這條橋蓋 去九龍公園 起碼一個公園的觀光塔 塔頂 假設約138米高 就會有一個影子 在春秋彬的時間 在廣場 把直線給你 代表什麼 代表什麼 直線什麼意思 公平 當日春秋彬 就是同等的日 同等的夜 全世界一樣時間 12小時太陽 一樣時間12小時黑夜 即是代表公平 代表和平 代表地球村 每個人都有份 地球那天 大家公平 大家有份 所以這個地方 其實真的是 香港最好的地方之一 也是一個 如果地理來說 我們畫圓規 一直畫出去 其實很中心的地方 或者用三個影子 可以聯想到這麼多東西 都真的很貫徹文化 需要想像這個精神 是的 我們將天文 將日與地球的運作 海的運作 天空和周圍的影子 我看到多遠 各方面都融合在一起 還有視線上 就是我們也想了 這個廣角的隧道 正是廣角的隧道就是這樣 中環過來 一過了對面就上岸 你看多方便 底下 其實這個隧道很特別 它不需要爬升 因為等於你乘搭電梯 摩30米的一個地爐 設在廣場 你出閘地鐵 銅鑼灣都是30米左右 你入別人的廣場 是不是 在這裏 就乘搭隧道 電動車過來 都是兩三分鐘內到的了 中環 又這樣來回 兩邊都是這樣的 這個做法就是最省地方的一個隧道 哎呀 我反而強烈地建議 政府在西九文化區那裏 整個碼頭 到時方便些人在灣仔 或者中環 坐船都要去到文化區 或者 我們香港那個 維港的天星小林 都是一個景點 都是被視為 世界上其中一個必去的景點之一 在船上的觀光過程 如果是這樣就可以 因為坐船去文化區 其實都很方便 總比現在乘搭地鐵 怎麼這麼說 因為大家都知道九龍站那個設計 或者香港站的設計 其實它是不方便的 是要走很久的 還有就算你是在地鐵站一出來 你都要去一段時間才到這個文化區 但如果我們是搭船一出來 一架碼頭一落 就已經是整個文化區的草地 或者博物館包圍 其實都頗為方便市民 尤其是頗為方便住在港島區的市民 是同意的 所以其實這裡有碼頭 甚至有水上的士等 甚至少部分帆船可以拍這裡 我建議這一區 遲些做海上公園區 因為這個中港碼頭 它可以在另一個地方設中港碼頭 譬如在赤立角的 廣州大橋的關檢站 那些地方做的 怎樣都好 這一區要很珍惜使用 很珍貴的一個維港海面 要跟水上文化公園和陸上的文化區 是和應的 絕對是 很同意 水上都可以有它的文化元素 但現在整個規劃 只是想著陸地 尤其是陸面 地底或者海面的設施 規劃的元素就較為忽略了 Thomas你又怎樣看 尤其是對教授的地底構思 我想其實教授的構思 我和他一起研究了好幾個月 教授在這方面 已經研究了兩三年以上 其實我很認同地底的發展 因為其實你可以想想 所謂人本規劃 就是一個空間協調 優勢互補能可持續發展 如果沒有了地下的空間 坦白說 靠地面 地面始終空間有限 還要左界右界的情況下 你可以想想 究竟這個文化區 整了之後出來 究竟它怎樣去圍皮 現在就要靠賣地 或者建商駐樓宇 這個就不是文化區 這個地產項目 即使賣地 即時車車車 即使在南鄉都缺乏可持續性 可持續性 這很重要 所以為何這個地下空間 因為地下空間和地上沒有衝突 地下可以做不同的事情 剛才也提過可以做一些商場 或者可能是一些特色的飲食 甚至可能邀請台灣的成品書店 來這裡做一個總部 對 因為剛才有很多的地下文包空間 給一些創意年青人 各位在電視上看到的年青人 我說投你們一票 我很支持你們年青人的創意 80後90後 一樣支持你們 努力 我想教授你說的是 現在政府規劃文化的設施 尤其是提供給藝術工作者的空間 其實是不大 因為其實空間如果不夠多 是衍生到很多問題 就是因為文化或藝術 就很多範疇 很多樣子 但是空間很少的時候 就叫增多足少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類型的文化藝術 例如你說武術而為例 就擠不進去現在的文化區裡面 因為它沒有足夠空間 融立所有的文化藝術的項目 所以如果你增加多些 整個文化區的空間 不論是地面還是地底 其實是可以實際 可以容納到更多不同的 文化藝術工作者進去 如果你沒有地 你說什麼 即是吸引人來 你叫他們來 你都沒有地給他們發揮 是 其實這個很重要 那個空間其實很重要 還有一樣東西 我們要明白 其實香港人口正在增加 大概30年後 香港人口多了200萬 現在700萬 有900萬 近來可能還有多些少的 要預松些 增加更多些 譬如說 30年後 即現在是2040 如果是回歸2049 有了 50年後香港大概有1千萬人口 香港如果我們不預先佈局 是失了位的 即是你想想人口越來越多 還有一樣 近來報紙都說 10年後或者10年鬆些 深圳每一個人的收入 平均產值每一年的GDP 高過香港人 他們文化 現在十二五 中國規劃大量培養 文化高質素的增長 每一個人厲害了 要求文化產業高了 他們發覺香港 都套背不到 就很失望 來到高鐵 想買些東西方便些 行到新水新汗出去買 真是不好意思 所以我們的服務業 在地底需要大量做好 跟著文化產業地面地下 要結合得好 跟著交通要暢順 盡量減少污染 再增加二百三百萬人口 來香港市中心 西九區應付得來 沒有問題 這只是我們應該走的方向 還有這件事 承接了國家十二五 因為國家十二五最重要的兩點 就是要發展服務經濟 和知識經濟 如果西方文化區 根本沒有想過什麼服務業 亦沒有想過怎樣去發展 不同的知識產業 和文化產業的話 這是否回應到十二五的要求 軟實力的要求 和國家的方向 其實這是很可惜的事 亦反映出香港人 根本上不明白這個國家的發展 不過我雖然知道 教授和Thomas 你們的目的 就是想透過商業的項目 吸引了人進來 然後你來到這個區 再慢慢用文化分圖 但我自己在這裏都有個意見 可能和你少許不同 即使是容許部分的商業項目 也好 但我希望商業項目 都不會是一個純粹的行業 例如文化產業 例如你在商場 你可以擺很多表演 或者售賣一些文化的產品 給一些藝術工作者展示自己的作品 即是你不要到時 文化區裏面有商場 商場又是LV 又是Gucci這些名牌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就真的會 塗毒了整個文化區的空間 即是這是我的看法 我覺得這件事是沒有衝突的 因為其實有些人很需要 靚名牌 就讓他們買靚名牌 特別是高鐵站出來的人 這麼近 是否很方便 就讓他們買 甚至是增加香港的就業率 那方面 但其實因為地空間大 有足夠容許多元化的購物商量出現 你剛才講的Vicca 可以接得很好 可以配套得到 有地方給你引用 他要靚名牌 又有的 各式其式 香港的特點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說地球村文化廣場 就是你有名牌文化 就是名牌文化 你有一個普及文化就是普及文化 你有另外一個購物的購物 就是購物購物 所以其實這個做法 就等於融合到 證明香港就很高 所以這個做法 有利於很多國際的好處 譬如說這幾日 黃仁濤律政司長 他申請這個海牙的 綜裁 各方面的基地在香港 這個地球村文化廣場 會帶有幫助 所以我們看法 綜合人民規劃的想法去做它 我想補充兩點 就算搞商業來說 其實都要看購物 其實很多青年很有創意 有很多藝術的產品 其實可以拿去賣 不過少了空間 或者一些所謂的弱勢社群 可能是一些失業的人 或者可能有少少的 一些可能傷殘的人士 本身來說 可能以前他做的事情之後 就拿去政府的一些平台去賣 其實我們可以 甚至找個地方 是專注給這些青年 弱勢社群 或者一些傷殘的人士 讓他們做文化的推動工作 這個都比較重要 我絕對同意Thomas 其實文化 人是一定要吃飯的 如果將我們的文化 都可以帶來經濟的產值 可以幫助到自己的生存 最好 初時我都幻想過 整個西九文化區 是可以提供足夠的空間 給我們的藝術工作者 文化工作者 去展示自己的作品 甚至去售物 去推廣自己的創作 但我現在看回政府的規劃 其實那方面的空間 預留給真正的藝術工作者 文化工作者好像是不足夠 而且大家可以 因為我們現在西九文化區 是在做第三期的諮詢工作 其實很奇怪 很多朋友 我跟朋友講西九的時候 人們會問我 西九還在諮詢? 還沒動工嗎? 我都不知道怎麼回答 其實還在諮詢? 大家可以回到西九的網 西九管理局的網 看回現在整個設計 因為其實還有一個修改改善的空間 最簡單 很多朋友都提到 我們雖然是叫做文化區 但我們這個西九文化區 是缺乏一個人民的設施 沒有文學的元素 沒有歷史的元素 甚至乎沒有文化的元素 其實說出來是很諷刺 而且被世界各地的文化人 不聽到是真的會笑 我覺得一個叫做文化區 因為如果你叫藝術區 也不同 叫西九藝術區 就算叫藝術區 也應該有一些文化元素 但你現在西九文化區的規劃 是沒有文化的元素 在這裡 它是有很多表演的場地 但是都是 藝術 就是視覺藝術 那方面 但你說真的文學 文化方面的元素 是極低 如果大家覺得有需要 我們西九文化區 真的有多些文化 都可以去表達自己的意見 還有我們 雖然這個西九文化區 是在香港 香港立足於東方和中國 但其實我們看現在 西九文化區的規劃 是完全沒有一個 中國和東方的元素 就是看起來 有一個疏離感都很大 我會覺得是不喜歡這個設計 其實是 那今集的時間 就差不多了 那都是一句 如果各位 就是我們觀眾 是對西九文化區 是有興趣 其實應該任何一個 香港市民都要看一看 因為其實它不只是 關乎我們文化藝術工作者 我覺得其實香港所有市民 都應該要關注這個 這麼大的工程 那今集的時間差不多 很多謝兩位學者 跟我們分享 下個星期再見 好 再見 再見